美之莲就是足坛居星的养老地 这句话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要说这几年美之莲发展的确实不错 虽然他们跟咱们一样都是吸引木年球星 但是至少人家吸引的是一步小背 这种相对过气的超距 同样只能吸引接近木年的球星 美之莲的观赏性的含金量 正逐渐跟上高水准联赛的脚步 而咱们谢指导的压着打 已经成为最后的希望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洛杉矶FC跟洛杉矶银河 这俩球队相遇洛杉矶的两巨头 洛杉矶得比一触即发 在今天的得比战中 刚刚加盟洛杉矶FC的贝尔跟基耶利尼 这一前一后两大昔日超距 有望迎来美之莲的生涯首秀 大家其实容易产生一个错觉 那就是老了的球星 他们即便是到了相对低级别的联赛 就不行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 老了的球星也并非老了的普通球星 像今天这两位就是老了的巨星 这俩哥们的能力都是完全在线的 就拿贝尔来说 17到18赛季给其他妹基本都定位为替补了 到了欧冠决赛没开二度 两脚世界国直接把卡里布斯的利物浦生涯给终结了 以往打美之莲 洛杉矶FC的进攻套路就是找贝拉 可以说套路跟打法是相对比较单一的 上一轮呢洛杉矶FC去到客场面对温哥华白浪 控球时间更多 可对于机会转化的效率却还没有对手多呀 洛杉矶FC甚至还被队手给偷了一个 看似目前处于西部榜首的FC 实际上也遭遇了进攻战术该如何变化的平静期啊 现在贝尔来了 能组织能传能射 编后卫出身 还能投入防守 如此大牌的万金油 FC的少帅杰伦多洛 自然呢是爱不释手的 有贝尔在 贝拉就能得到解放 不用太多的回撤 毕竟贝尔的传球 他的视野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弱的 至于隔壁的洛杉矶银河 他们的风险就有点老了 老的还有点生锈 小碗豆狗胜这俩盾气 已经没啥迂回好绽放的了 而剩下的呢 就弗达会奇的好兄弟 约维尔记奇是值得期待的 不过呢 银河这新老结合其实是并不理想的 除了7月首场拿到好评之外 6月啊一次好评都没有 那这洛杉矶两兄弟的风险之间 谁更具有威胁一点呢 其实要看风险在某场比赛中的好与坏 还得从各自的后方线进行研究 银河小悠就不想多说了 上头就提到了 一个好评都没有 还给进了6个 至于洛杉矶FC呢 除了贝尔之外 可别忘了惊吓 基耶利尼也来了呀 千万别被椰子的年纪所掩盖 去年就是在他的率领之下 意大利才拿下欧洲杯的 那肯定还是会有不少兄弟之一 这基耶利尼老了 遇上22岁的约维尔记奇 咋能防得住呢 椰子的身体啊可能有点跟不上 但他的经验可真的是满满的啊 不信呢你可以去认识萨卡 基耶利尼是怎么防的他 所以呀美之莲执着于过期的超剧 一是为了市场 二就是看中他们的经验啦 作为美之莲的首秀贝尔跟基耶利尼 怎么也得给美之莲的球迷们 留下点好印象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或者其他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区跟小悠互动一下 不要忘了给我点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